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对于住在高楼层的住户来说,搬家可能会是一场噩梦。 南韩的搬家公司想出能够节省人力耗费的搬家方式,利用巨型起重机延伸至业主所住的17楼窗口,把家具搬上升降机再运下来。 根据每日邮报报道,对于住在高楼层的住户,搬家时搬运家具极有可能发生碰伤的意外,整个过程也相当费时耗力。 但一段来自南韩首都首尔的影片中可以清楚看见,一位居住在17楼的民众想要搬家,找来的搬家公司采用巨型起重机提业主效力。 搬家公司先将巨型起重机的平台升高至业主居住楼层的窗口,再把屋内的家具搬上平台,接着启动机器,让平台快速往地面移动。 最后再由其他人员将家具卸下并装上货车,整个过程简洁有力。 报道指出,虽然这段影片是在2012年拍的,但我16日又重新受到讨论。